2024属猴的事业运 其实基本上 盘面是好的 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于我们所说的 你的健康 是不能附和你的工作 有时候力不从心 或身兼素质 或是分担很多的工作 有时候力不从心的情况之下 会产生身体状况的下滑 而造成我们所说的 身心灵的问题 饮食睡眠不正常 而造成我们所说的 影响你工作的表现 其次在工作上 很怕就是招人嫉妒的危机 在这年当中 就算你工作表现得很好 非常的突出 做多错多 而且招到别人的嫉妒跟排挤 是非常的可怕 尤其在职场上 被边缘的很严重 所以属猴的在事业方面 要小心谨慎面对 有时候远离职场 到外地去 跟我们所说的公司 你过往比较熟悉的环境 做一个脱节 做一个脱离 反而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契机跟伤机 以上是2024属猴的事业运 2024属猴的爱情运 因为整个的好事都发生在户外 以及出生地以外 包括居家以外的地方 我们称为远方的爱情 在整个年度来说呢 如果你想追求好的爱情 除了到外地洽工旅游之外呢 也可以因为远行到他乡而找到异性的一个爱情 也有可能来自于远方的爱人 远方的一个朋友的介绍 让你在整个年度爱情运是向上提升的 甜甜蜜蜜的好年就在于我们所说的远方异乡他地 那么他乡远方异地的爱情 是你今年追求好爱情的一个最好的选择 当然也可以找心爱的人一起出游 那么到国外去呢 会发现你们之间的感情 会非常非常地大大的提升 那么在有爱情的情况之下 另外一个对爱情加分的 还是属于朋友的滋润 以及朋友的介绍 跟我们所联系 那么叫做朋友的爱情也是加分的 以上是2024属猴的爱情运 2024属猴的财运 因为本身我们称为它叫做 驶马之地的异乡财 那么在这个同时呢 到远方去工作 或是有出差的机会要把握 因为这时候产生的业绩 会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向上提升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发现到今年的财运 比较着重在于我们所说的借力使力的财运 因为人脉财 部署财 员工财 包括客户的一个支持 都是你赚取好财运的一个方向 那么方向既定呢 就是勤于出差 广结善缘 多交朋友 多参与社交活动 那么你的钱财运 就会一直一直一直堆积上来 那么就是数钞票的好日子 这是属猴要懂得财在哪里 钱在哪里 人就在哪里 那么会产生一个人脉豁达 远方贵人扶持 财神也跟你招手了好年 那么属猴的就会在这点当中 钞票数不完 以上是2024属猴的 钱财运 2024属猴的健康 基本上健康来说 是有看不到的隐约 而本身来说呢 这种的血光 比较属于突如其来的血光 而且要注意到我们说的 跌倒受伤 眼睛疾病 包括我们所说的女性生产受孕的危机 都可以预见得到 其次就是我们所说的健康 有时候会莫名的被波及 或被别人碰撞啦 挤压啦 或是我说的一个身体肢体的一个碰撞 也是属成的打架跟肢体的斗殴 都是要注意到的 所以要健康 没办法 只能够少跟群众接触 那么远离人群过多的地方 包括我们所说的过往 有可能的疾病的恶化 都要做更多的健康检查 以避免不必要的疾病的恶化 包括我们所说的 迅雷不及掩耳的血光 而造成破财 当然啦 针对血光的部分 捐血啦 我们说的这个纹煤啦 穿耳洞啦 都是一个化解血光的方法之一 以上是2024属猴的健康病